恩权清晨甘露 他登了国位 就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生命纪十七章十八节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前 上帝要他重申律法的重要性 同时他也预知百姓在约四百年之后 会有自私的意图想立君王 使他们像周围各国一样 所以上帝将立君王的条件 先列出来好让百姓能跟从 生命纪记载王在登基后 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也许我们可以说 因为当时没有印刷律法书的设备 一切均赖人手抄录 然而上帝要求君王必须亲自抄录 不是因为印刷设备的问题 而是这是治国之本 敬畏耶和华 上帝有求于领袖的 乃在于他治国的生命 他必须常常朗读律法 免得他心高气傲而偏行几路 超路律法书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要求 却不容易做到 不是吗 举凡历世历代的南北国君王 有谁真正顺服 遵行了呢 相信如果他们遵行了 就不会在约西亚王时代 发现约书这件事 可见律法书在君王的手中 早就被遗忘了 没有上帝的话 人就心高气傲 一个骄傲的人 他向上帝的心也就必塞了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良 是我们一切的准则 也是成家立业及治国之道 也许你拥有好几本印刷精美的圣经 不知你是否拥有过自己手抄圣经呢 愿神赐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